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产力的增长 但是没有 所以这个很大的误区 我有时候朋友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就跟我挑战了 他说美国有这个问题 地本也有吧 中国也有吧 我就很简单的 我不晓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研究了 我这没有能力告诉你 但是我这样讲好了 美国是一个20 trillion的经济体系 中国是一个10 trillion的经济体系 一本是5 trillion 所以一本的经济只是我们的四分之一 没错 所以大概都低估了2%增长的话 我们就已经被人多好多倍了 因为我们基数大嘛 基数大 我们20 20 20兆嘛 所以呢要理解现在这个股票 非要go back to 就是要去理解现在美国的经济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怎么强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强倒是算在根本数据里面反映不出来 但是呢 我今天都说了 这个世界我们叫 efficiency market hypothesis 全世界的经济的学家 全世界的投资家 他们把这个钱 他们会做研究 一般的市民可能有盲点 他们不可能没有盲点 那是 必然 对不对 他们都会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的生产力怎么插进的呢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 那是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想一想 你就觉得不可能了 对啊 你看这个 所以呢 如果你这样算 就是说 我不讲川普 他说现在要做了这个 infrastructure 要做这个减税以后 把这个经济从2.5%到4% 实际上我们的经济 如果你把我们生产力的话 这个增长的话 迟当的调警的话 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超过半个势了 嗯 应该这么讲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所以呢 相对来说 我们的经济不单是 一本是零 德国是1.5% 我们是2.5% 实际上 真正确定的 我们比其他的经济体系更加强 但说到这一点啊 我有一点 现在的公司的发展 这个所谓的production 越来越增加 这点毫无疑问 嗯 比如说 我是来自一个Biotech公司 美国最大的事物 世界最大的事物科技公司 嗯 它在这个 它自己的股票60块钱的时候 嗯 是24000人 嗯 现在它的股票涨到175块 嗯 它是18000人 嗯 它不仅没有债库人 当然它的revenue在增加 它revenue从160 166个billion 以前已经涨到了20个billion 嗯 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些公司的盈利模式上 在就业方面 我看到最新的报道 现在美国说 现在的就业情况 尤其包括我们加州 是最好的时候 可是它补充了一句 说高新位置的这个就业机会 嗯 还是比较少 嗯 这个东西反映到我们经济上 大家过去批评欧巴马总部说 哎 你虽然你把职业率降到5% 但是你看都是什么人 扫地的 这个干体力活的 可是像那些高科技公司的那些 啊 高新位置并不多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嗯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这个看法呢是同调 但是完全是不同理 怎么讲 实际上很多工作现在是 特别是深水高的人工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才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官府的移民进程很多事情 但是你想想看 我就从一个数据来讲 现在大概是讲大数据的年代 什么都是大数据 大数据是有很多分析员 对不对 现在很多大学都没有这个 现在慢慢开启 当然啊 好像我们学校啊 罗西斯德大学啊 史丹福啊 都有这个大数据的中心了 现在很热 对 很热 你知道大数据 如果你念完一个大学毕业现在 是念大数据的 OK 你一出来就可以有8万块钱的薪水 现在有多少个空缺啊 十万个空缺 哦 所以呢 现在这个问题呢 就是呢 也是来了 就是说呢 很多东西 我们就用银行来说好了 OK Goldman Sachs 他最近呢 就发表了一个 他呢 就是说呢 原先他的trading啊 很厉害的 Goldman Sachs Cash trading 这是哪些短线的这个 这个bond 很多人说短线 短线的bond 这是现金的这样的 treasury 三个月啊 mortgage啊 怎么样 短线现金的trading 他以前需要三千个trader 他需要三千个工作人员帮他做 对 三千个trader OK 现在你知道多少吗 三百 等于效率提高了十倍 对 你知道怎么提高呢 他现在呢 就请了三百个电脑捐家 今天跟他们做这个数据的分析 然后电脑自动就会买 自动就会卖 因为所有的情绪 我们叫 现在最厉害的排布是人工智慧 我们叫machine learning 就是呢 这个电脑机器本身就会学东西了 你知道他怎么样 他好像人一样 这样做了几次以后 他就会思考了 现在呢 等于金融很多的工作 我不是说别的工作了 很多年的意思 金融最点尖的工作 现在都给这个machine learning 来代替 所以这是过百万 五十万 一百万的这个trader的工 用不了 十个工 九个没了 对呀 现在 所以现在 这个问题呢 就是今天讲不完的了 所以呢 我讲了半天就是说 现在你就是 很多年轻人问我 我读书怎么办呢 现在我好像都没有工作 我说呢 很简单 你现在想 以后美国呢 我去全世界 只有两种人生存下来 一种人叫inventor 发明家 发明家 一种人叫investor 投资家 总要需要这两种人 你懂我意思 好像你刚才讲了 员工越小 这个公司存力越大 对不对 你投去这个公司 你就发财了嘛 所以你就是investor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是两极发的 所以中间就没有人的了 因为你想想看 麦当劳用人很多了吧 如果不是麦当劳 是给普罗百姓的 去做生意的 他今天 如果我是麦当劳的CEO 我可以每一个麦当劳 把他变成了机械人 然后我跟你保证 我做的 就是之前做的french fries 薯条 比现在人做的更好 因为他的时间空气怎么翻 然后呢 整个店我可以24小时再开 累到是 效率更高 对不对 我可能一个 一个麦当劳店 只需要一个manager 操纵机器就好了 操纵机器就好了 好了 然后看看总共是用规模 控制还可以 一个人几个一个都不需要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麦当劳的投资人 如果麦当劳跑到这一步 你能不发财吗 那倒是 那这倒是 对不对 所以那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 就是说呢 所以现在的工作呢 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 我说你一定要吗 你就是最尖端的 这个科学的边缘 怎么样 这个发 怎么讲是一个creative的领域 对 你可以做一个 比方说你可以现在拍电影 做audio engineering 就是都是很creative的东西 就是呢 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不能代替的 不然的话 你就要做服务行业了 还不是做专服医生 做护士 对做护士 护理 对不对 医生反应可能没工作做 以后将来以后医生也可能会被 对机器护士 对顶级的医生 你想想看现在radiology 我们学校就知道了 以前mri是很大的影像的嘛 所以你要 对这个 然后呢 他不可 一个医生训练了以后 他看这个 看这个就大概知道 你这个问题出问题 因为他的容量很大 现在呢 因为电脑呢都已经发达得很厉害 我们可以用电脑一个大数据 然后同时去看40个mri影像 然后呢 他都能够按照这个东西 然后根据你的问题 根据40个差不多问题的 他这个电脑已经可以判断出来 问题在哪里了 实际上把一个radiologist 把一个放射性的医生捐扎 被机器人员的替代了 你看 厉害吗 所以这一切呢 就是说呢 要么你就说 要做物理 就是跟人服务行业有关的 OK 但是呢 不然的话呢 很多工作都没了 所以我就是跟Donald Trump上反调 就是说 他说我们的工作没了怎么样 移民拿走我们的工作也好 这个墨西哥人也好 大陆中国朋友也好 怎么样 台湾也好 No It's not 电脑 是电脑 人工智慧 我看过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这个汽车装备线 对 完全机器人的 所以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呢 你看看我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你知道Intel的这个老总 不是在白宫吗 大概十天前吧 他说 哎我们呢 会在Arizona 投掷七十个一 建厂房 然后呢 就建最大的最先进的晶片 电脑晶片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会顾五千人 OK 啊 Donald 当然也是很高兴了 我们总统在他脸上贴金了 两个钟多后 Intel的EVP行政副总裁 他说 这个计划呢 我们董事局两年前已经决定的了 然后呢 川普两个钟还没选总统 两人决定 现在已经在清建当中了了 又清建 你看看 像GM也好怎么样 他们总去往 从川普脸上贴金 那是 这是说你们是Salesman You want to make you feel good 对对对 但是我做生意的人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 是 我知道什么时候在中国要做生产 什么时候在莫斯科做生产 什么时候跑回来美国做生产 我算了什么 算我的成本 嗯 算我的效率 对 如果我能够很多东西自动发的话 我就省得很多运需的费用的话 我可以just in time 我没有全货的话 我需要多少晶片 生产多少晶片 这样的话 我的利润更厉害 我作为一个公司的掌头人 你是不是是Trump Evalifant 这句话呢 五年前 我跟G1的老总 Jeff Emile 我跟他吃饭 他说 他已经讲了一句话 他说 manufacturing jobs manufacturing is coming back manufacturing jobs will never come back 生产 在美国生产制作 会越来越厉害 美国的制作的工人 没有了 不可能回来的 说到这一点 也许您不同意 为什么 休息一下 现在的Donald Trump总统的这种制造业come back 虽然刚才您说了 像福特公司老总已经说了 manufacturing come back 但是你的manufacturing job not back it's not back 但是这一点来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你在中国请了10个人 但是回来美国以后 做同样的生产 可能一个人 可能两个人就够了 如果你不想的话 你看看现在BMW在North Carolina 你去到 那美国生产 那你的BM 你的X5 怎么样都是这个 这个JIP去 你看 都是国际西人来的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 Trump 所以我讲了半天 就是说 但是他说的话 也有他的道理 就是说他也是解释 因为美国人 尤其是你数率太高的话 美国人就不想生产了 所以说 我要加班 我这个连时间跟站都没有了 然后我加班的话 半期五十的 加班的钱 都去有税的话 可能这个动力就不太有了 对不对 我们在念经纪人 这个税最大的Evil 最大的 魔鬼 这个税最大的魔鬼 就是让人家懒惰 那就是 对不对 不想工作了 因为还做什么呢 不不不都 都交个安哥上了 对了 所以比方说 刚才我团体 我一个朋友 升起他在邮局 他说 为什么老众愿意 在邮局 怎么样加班 老美都说 我加班了 半斤五十给了税 我都不想加班 所以呢 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也是这个Devaculation 他讲的也是很很重要 所以如果这两点的话 如果他能做多的话 对美国的经济的发展 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刚才讲的股票 要回到这个路上 就是说 实际上美国的经济的层面 基础已经非常非常好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政府 把这个税务改革 再调整一下 调整 让人家努力一点 让大家努力去赚钱 可以保留他们赚的钱 然后聪明一点 就是Devaculation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去年最差的钱的行业是医疗的 但是去年股票抖得最惨就是医疗的 是 但是呢去年的医疗的这个公司呢 平均的这个增长是88%的增长 是最好的 所以SP sector里面 对 你想想看 现在Donald Trump不是上个月 又说了吗 啊你们药公司啊 药太贵了 要便宜一点 然后他跟药公司的总裁开会了嘛 他要说了两句话 但是大概都没有太留意了 他说 因为你想想看 因为呢我们会减税 减了税以后你们的收益也增长了 然后呢我会给你这个FDA这个Approval 就是这个药这个批准的过程简单 OK 有效率 OK 我就用一个例子 这也很重要啊 这个当然很重要了 我好像我就说了 如果今天你卖这个药是100块钱 但是你要减到80块 如果你的成本也小了20块 你的利润还是一样嘛 对对公司来讲 对不对 你早批准我半年 我这半年赚的钱 哪怕药价低一点 我一样赚的够啊 现在呢我还不是讲半年的事情 你知道吗 FDA一般来说一个药 这样讲好了 十一十一 有十个月在研究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是药公司的这个研报部的主管 一个在两个很大的最大的调查 不讲名字了 然后呢你就做十个药 研究十个药有一个能够上这个上架 十个上架的药有一个是超级药可以卖很多钱 blockbuster 所以等于就是说你要做100个研究 最后有一个去准领风烧能占钱 能够 撑了这个100个研究的 没事 对不对 做生意的人嘛 你这个成本一定要这样分担的嘛 对一定是这样 OK 然后我们美国的FDA呢 平均呢 一整药呢 都要五到七年 对 OK 然后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我们这个药出来的时候 有效率呢 要八百之九十八九十九才能批准 欧洲都八百之八十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朋友有 有生特别的病 还是癌也好怎么样 他们在美国没办法去欧洲 特别有药把它医好了 因为只是药美国不可能给他卖 他说你只有八成的功利 没有走行走的功利 我不愿意这样做 FDA很苛刻的 对很苛刻的 你想把这个开放了 OK 把这个开放了 那不得了 我们的生发产业 我们的医疗产业 会更轻松的 你常常FDA 如果从五到七年批个药 一两年就告诉你 不一旦你 我要你批准我 你就say no就可以了 你不要一直托托托托托 你说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脱了六年七年的时候 不可以 效率没有了 你看了浪费了多少的机缘在里面 这个都是大概你知道吗 机缘是共享的 那是那等 你以为这个药公司管他了 他赔钱那是 他赔钱 占不了钱 你就没有新的药 你就没有好的这个医疗 Treatment 没错 对不对 这个机缘共享这个事情 所以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川普 如果他能够做的 有一点 美国所以呢 过去两个月 股票涨的怎么厉害 就是两个原因 就是觉得银行 医疗 因为这个 deregulation 变得更兴旺 然后减税 然后呢 我就讲一下减税 这个很厉害 我想问您那个减税的问题 真的有效吗 有效 这样讲好了 可能你会把他杀一跳的 如果就是again 我们是用fair 就是也是一个 公平的 理论上 我们就是理论 因为我也是一个 怎么想的 算是一个读书人吧 要知道很多事 你从理论的基础去看一个事情 一个percent减税等于 sp500的earning 会增长2到3个percent 怎么厉害的 所以如果减税减10%的话 theoretically就要 earning就要增长20到30个percent 就是因为减税 好了 当然 因为减税不是单方面的 因为他比方说 他减税以后 他有很多漏洞 要堵 所以他也要堵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讲好了 为什么我说 但是这个减税 美国的公司今年的增长 就可以从85到85 15都有可能 会有这么好的效率 不要看少减税 因为呢 好了 我是念经纪人呢 所以说真的 机缘一定有有效的分配 那我就是 代言做房地产的朋友 可能觉得我 这句话不太中听 实际上你想想看 过去40年 美国政府 这个税务政策 对房地产 太有利了吧 那当然了 对不对 我买了一个床房100万 我把它卖了200万 只要我在旁边买一个210万 220万呢 我就叫1031 我就永远不用有税 对 我就可以这个转手了 你想想看 如果川普把这个东西去掉 你还别说 这倒真是一个很 你想想看 好像现在 但是呢 instead of 给半这30的 这个capital gain 你只半这10就好了 但是还是要 说 Evans你这个100万到200万 你要 要给一个10万块钱税 你是要进幅的收入 所以你现在 讲了半天 很多人就担心 啊川普呢 做的事情呢 可能就是 无得放弛了 然后就没人在 在后面呢 这个把他 把他监控了 Balance 我说 要搞清楚 川普不是共和党 对 他不是共和党 没错 共和党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喜欢川普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是有一个 川普的政党 有一个共和党 在这个国会里面 所以呢 又讲到这个 Border Adjustment Tax 我就把这个 税事情讲完 Border Adjustment Tax 实际上是很难做得到的 所以为什么应该 我们应该公告了 减税的计划 还是一直在 还要等两个月 现在拖一直拖 因为Republican的Congress 们不愿意 这个Border Adjustment Tax 为什么 Border Adjustment Tax 我就简单讲 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征集税吧 一口税怎么样好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很简单的 加拿大是Value Added Tax 欧洲是Value Added Tax 全世界太多的地方 是Value Added Tax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买了一个手标 1000块钱 OK 5个Percent 就给50块钱 我这个Sale Tax 这个很简单 明天我这朋友做起来了 把这个加拿大的欧盟的抄两烧就行了 但是呢 你现在要告诉我 我这个标准是瑞士表 但是呢 实际上呢 真正经在海外做的部分呢 是8%是事实的 可能我这个王靖是在美国做的 我这是用一个例子的 你的苹果 1000块钱 真正经是海外装横的 然后呢 这是CHIP 是Intel发明的 但是呢 又在台湾做一点点的 算起来 可能两把块 好了 惨了 我们美国多少东西是静候的 你说一个美国签 现在Kemre 是一本签吗 Kemre 80%是美国签 没错 一个卡的 你是不是美国签吗 一个卡的 可能你买CTS 80%是德国签 没错 没错 好了 问题来了 你要做这个Border Adjustment Tax 你要把它做的对 公平的话 你要做一个Agency 这个Berocracy 这个官僚啊 这个体系 会是有史以来 人类最大的这个这个 官僚体系 做不了的 那是 确实做不了 所以呢 川普原先的想法 他就说 我做这个Border Adjustment Tax 他的理念 可能也很好吧 我就讲不通了 就是说 他就说啊这样好啊 进口的东西 我打他打碎 OK 然后鼓励我们自己生产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 Corporate Tax 帏从半�지35 减到半寓15 好啊 好啊 也很高兴 看到 但是呢 你Border 这上面做不了 你怎么减到半市35到15 所以呢 Paul Ryan 就说半至20 我今天可能我就错了啊 两个星 两个钟头 一个钟头 我也肯定说 一个小时以后 whenever they are bad 我估计好了 我估计 Corporate Tax 会从半息35 减到半死25 会减 但是不是 就是减大半数20 也不可能减大半数15 但是它会堵很多很多的漏洞 这样它对经济来说是好的 大概都是一个同一个规则 对不对 不是因为你做房地产 这个买卖就有特别的优位 不是你去开采能源 又有特别的优位 不是你做什么 做小银行又有特别的优位 做这个财务公司在这方面 在这个黑人区里面 就这样做又有特别优位 你知道吗 这个经济就是现在这个税率 税计就是怎么样 源泉不合理 没效率 乱七八糟 而且这个美国的税法 说真的 你有时候你念完工商管理硕士 不见得你会怎么报税